欢迎收看放DJ基金及ETF周报 我是谢家伟 美国企业财报强劲 带动美股走高 但是受到了美国将在8月23号开始 进一步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中国随后也宣布将会同步实施 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造成市场紧张 另一方面在上周国际财经重大事件 就是土耳其的经济危机 加上川普政府授权 对土耳其钢率加倍征收关税 土耳其里拉市出现了大幅的贬值 引发货币危机 使得金融市场高度的忧虑 拖累了S&P500指数是油红翻黑 终止了连续5周的涨势 而市场不安的恐慌情绪也蔓延到这个礼拜 拖累了亚洲股市在周一开盘的表现是出现了重挫 而在上个礼拜美股各类股的表现呢 我们看到S&P511大类股是出现了跌多涨少 只有非核心消费跟通讯服务类股呢 是逆势的上扬 不过涨幅不大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 至于在弱势股的部分 核心消费和房地产股这个跌幅是最大的超过1% 而全球的贸易战在一起 对贸易敏感度比较高的个股 包括了波音还有3M 以及开拓重工 这个股的股价下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拖累工业类股下跌超过1% 而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加剧 拖累到的是金融类股由红翻黑 周线收低0.92% 而油价呢是连跌6周压抑到能源股的表现 下跌了0.43% 接着带您关心的是 在全球各主要的指数表现部分 受到中国大陆国务院政策 证监会五项深化改革的举措激励 加上中美贸易大战利空出境 路股短线就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其中呢 沪深300指数的涨幅最大达到2.71% 香港恒生指数则是同步受到带动表现亮眼 可以看到在这个指数表现最好的排行榜当中 有8个指数都是跟中国跟香港股市有关的 而排名呢 在第10名的MX生计呢 则是近期这个生计指数 它在产业力多的消息激励之下 表现是比较强劲的 累计有年初以来MX生计指数已经上涨超过了有两成 在上个礼拜是延续强势持续的上涨 至于呢在指数表现最差的部分 土耳其爆发了货币危机 连带的全球新兴货币表现也倒地不起 阿根廷巴西还有南非这些货币受到土耳其里拉的崩跌拖累 这蝙蝠至少达到了1个percent 在上个礼拜呢 阿根廷跟巴西股市的表现相对的疲弱 下跌的幅度超过6个percent 而在跌幅第二大的部分看到的是俄罗斯的股市 则是因为美国宣布可能还会再祭出第二波制裁 撼动了俄罗斯的货币和股市表现 由于川普政府的意图和行动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俄罗斯是持续承受经济压力 上个礼拜股市重挫7.7个percent 而上个礼拜国际金价已经连续5周收黑 这是一年来最长的跌势 拖累了包括费城经营还有MS金虫指数呢 这表现是相对弱势的 另外看到在排名第十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上个礼拜四收跌了1.1percent之后 在上礼拜五呢又再度下跌2.5个percent 这是写下了自6月底以来最大的两日单日跌幅 接着您看到是在基金绩效表现的部分 上个礼拜中国跟香港的股市相当的强 那么带动了包括了元大国泰还有富邦所发行的 这个中国股市呢我们看到相关的基金表现 都是上涨的涨幅超过了5个percent 而另外上个礼拜刚刚提到南非币是出现了急扁 不过像是在富兰克林南非币计价的多重收益基金出现逆势上扬 最主要是因为持有美元资产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没有受到南非币急扁的影响涨幅呢也有5个percent 至于在基金绩效表现最差的部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拖累的是红利环球 土耳其股票型基金重挫重挫的幅度达到25个percent 而另外整个土耳其货币危机的风暴拖累了整个星星股市的表现 又以巴西还有拉美股市是最明显受到影响的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巴西拉美还有新兴东欧基金的表现呢相当的疲弱 这跌幅达到了有8个percent以上 好 今天带人看的是呢在上个礼拜ETF的资金流下 好 接着带您看到的是在CRB商品指数的部分 美中的贸易冲突增温引发投资人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不过美国重新制裁伊朗在市场是多空讯息交错 基本金属价格走势也是相当分歧的 那么在上个礼拜CRB商品价格的指数是出现了下跌0.8个percent 接着在油价的部分呢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 第二阶段石油制裁将会在11月生效 但是美中的贸易冲突增温就掩盖了美国制裁伊朗的影响 所以呢在上个礼拜纽约原油近月期货价格是出现下跌的跌幅1.26个percent 至于在金价的部分呢美元持续的走强带给了金价压力 不过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下滑呢也是带给了金价一些支撑 那么在利多利空的消息交错之下 上个礼拜黄金近月期货一周呢是下跌0.32个percent 至于在基本金属价格的部分智利矿厂罢工造成的铜价上涨 不过全球贸易冲突升温是抑制了基本金属的表现 三个月远汇齐通价在上个礼拜是下跌0.26个percent 最后但您关心的是在这个礼拜有哪一些国际的财经焦点值得来关注呢 8月14号美国要公布的是7月进口物价指数 15号要公布的是7月工业跟制造业生产相关数值 16号要公布的是上周出领事业救济金跟8月费城联准企业展望 而在8月14号欧元区要公布的是第二季经济成长率的修正值 而在中国则是要公布7月零售销售跟工业生产相关数值 都是本周值得来留意的国际财经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